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 再来学习一个新的原字符的套路 这个套路套路 我们把它叫做数量词 好,那么什么叫做数量词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示例 假如说我现在的要求 是把字符串A里面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 Python,Java,PHP这些单词 都给它匹配出来 然后我们想到 像这样一些字母 我们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字符集的方式来表示 从小写的A到小写的 这样的一个W 小写的D 好,那么这样就可以 满足我们的要求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确实把我们的 Python,Java,PHP 都给匹配出来了 它没有包括这样一个 空格和数字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 它并不是一整个单词的形式 来出现的 而是它把这每一个单词 拆分成了一个个的字母 因为我们说了 不管是字符集 字符集也好 还是概括字符集也好 它们都只能表示一个 它们都只能匹配一个字符 对不对 所以说你匹配一个字符 那么你得到的结果 就是以一个字符为单位的 这样一个结果 好,那么我们有些同学 可能会想到 既然你这个字符集 只能表示这样的一个字符 对不对 那么我就在后面 多加几个字符 可不可以 可以 这样其实是一种方式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运行结果 它确实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出现了一个成组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里 我们是要匹配三个字符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把A到Z的字符集 把它们给重复很多次 但是假如说 我要匹配一个100个字符的 那你岂不是要把这个地方 要连续复制100次 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数量词就有了它的用武之地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重复 我们可以用数量来表示 怎么表示 如果说我们要表示 三个这样的一个A到Z的字符集的话 好了 我们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发过号 这个发过号的中间 我们需要填写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我们要匹配的 A到Z的数量 好 比如说我这里要匹配三个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加一个3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是不是和我们之前的一样 好 是一样的 得到的结果 好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里的结果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我们是想以一个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Python Java和PHP来出现 但是它却强制的给我们固定成了 三个字符一组 三个字符一组 这个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在于 我们现在把3给固定在这里了 这个正在表达式 只能让我们匹配三个这样的 一个A到Z的字符 所以说它一定是以三个为一组的 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现在的需求 我们现在是要提取Python Java和 PHP三个语言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数量 Python有几个字符 6个 加法有几个 4个 PHP有几个 3个 好 所以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字符的范围 应该是从3到6 好 那么我们的数量词 也是支持这样的一种 多少到多少的 那么最小的是3 最大的是6 它们中间用一个逗号 把它们分割开 好 然后我们修改之后 再看一下结果 好 如我们所愿 Python Java和PHP 成功的都匹配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数量词的 一个用法 它可以让数量词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字符 重复很多次 相当于你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字符乘语了一个数量 好 那么关于数量词的用法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这里我们还要看一个 有趣的现象 我们这里是 加了数量词之后 我们的意思是说 你3个也可以 4个也可以 5个也可以 6个也可以 对不对 换一句话说 正则表达是 一旦它匹配到3个字符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可以完成它的匹配了 对吗 因为3确实是在我们的3到6的区间范围之内的 为什么我们的正则表达是 在匹配到3个字符的时候 它并不会认为已经匹配到了 而是会继续的往后面匹配 一直匹配到Python和1之间的空格的时候才停止 根据我们的区间范围 我只匹配到PYT这三个字符的时候 我们的正则表达是已经是成立的了 所以说它可以只返回3个字符 但是最终它却把Python全部都返回过来了 好 那么这个原因 设计到我们正则表达室里面 数量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把这个内容放到下节课来讲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